好 出国的时候这个行李托运一定都会贴上行李条 而现在机场转运巴士也这么做 推出了所谓行李券 一是两连上头还有编号 就是让乘客托放物品在巴士行李箱的时候不会拿错 结果呢 日前有旅客回国 好不容易买来名产 却被别人误拿还差点被吃光 事后发现巴士司机呢 在交付行李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做确认这个动作 行李券心同学舍 来 九六一的行李来往前 司机热心协助每个旅客托放行李 每个行李箱头都得先贴上这行李券 一是两连还有编号可供辨识 规格有如机场托运 但还是有人拿错行李 下车的时候那个 司机也没有跟你确认你那个行李条 没有 我就带了两张给他 因为我就多一个行李跟一个纸箱 所以你两张给他然后他就出现 他也没有给我拿 他就看我拿两张出事他就让我拿走了 每个人编号都不同怎么还会拿错 六月初有民众从韩国回来 搭机场转运巴士回台北 托放一个纸箱却没分到行李券 一名女权客提前下车出示两张行李券 司机没确认编号 结果拿到男权客纸箱 女权客到家才发现拿错箱子 将错就错把别人买的名产分给朋友 但他被联络上已经吃掉700元零食 虽然进而不多 但对男女客来说都等于白买了 我到家我也没看到东西不是我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问题太匆忙了 女权客不断道歉拿钱赔偿 双方思想和解 但这样情形似乎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会等到隔天再去整理行李的时候发现 哇好像拿错了 那他就会把行李交回来 那我们会按照大部分的行李 他上面都会有联络方式 那我们会就这样去追 这项行李都是透过司机点头 踩到旅客手上 业者没见到确认责任 行李却形同虚设 一旦被拿错的是重要行李文件 甚至个人资料密码 就怕一去不回 怎么跟乘客交代 接着简正峰 曾经讯中文长 桃园报导